What's up you guys Welcome back 很多我的粉丝和观众最近都跟我说 他们在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他们陆陆续续的也开始了 他们自己的YouTube生涯 也开始了创建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 首先我感觉到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 就是说你们能开始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面创业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自己是非常高兴和非常欣慰的 我也祝你们的频道会办的越来越好 今天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新的YouTuber来说 你需要知道哪些YouTube后台的设定 和YouTube的一些小技巧 来增长你的订阅量和视频的观看量 Let's go 第一眼就是Channel Keyword Channel Keyword就是说 你频道的关键词 这个频道主要是在讲哪些东西 主要是在讲哪一些内容 把这些内容的关键词 放入到你Channel Keyword里面 不管以后在搜索的时候 或者是YouTube最后在找一些有其他有关联的频道的时候 你的东西就更容易被一般的观众去搜索到 第二个就是在它的下面 会有一个Channel Recommendation的一个选择 你一定要点Allow的 OK 点这个的话 就是说你允许YouTube去推荐你的视频到别人的YouTube频道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最终最终的目的就都是要让YouTube来推荐我们的视频 这个是我们最终最终的目的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视频才会一下子火爆起来 还有一个是在下面会有一个谷歌分析的ID 我建议你们都去创建一个谷歌分析的账号 然后把谷歌分析的Google Analytics和你们的YouTube账号关联起来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会有更详细和更准确的一些数据 做你YouTube频道的一些分析 你根据这些数据 根据这些分析 你才要知道你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再去制定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方案 再有一个设定就是Upload Default Upload Default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会省你非常多的时间 你们看到我的视频Description里面长的内容 有一些内容是我固定的 有一些内容是不固定的 所以你要把固定的内容 比如说你的一些社交平台联系的方式 Email 比如说订阅你的频道 这些链接的话 你就放在下面 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 所以你每次不需要花时间放在上面 也不需要花时间copy and paste 对吧 就直接放在Upload Default里面 这样的话 你每次上传video以后 你这些设定就已经在那里面了 这样的话会省你非常多的时间 你们可以在我每一个视频的右下角看到一个小的红字 小的图标叫订阅我 这个其实是一个branding的小的logo 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可以放你自己的branding 比如说你有自己的logo 或者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标志 你可以放在那边 一般观众在看的时候 如果把鼠标放在上面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在那边订阅你 还有一个区域叫blocked words 所以你在这个区域里面 放的所有的这些单词或者字 YouTube它会自动filter你这些话 它不会让你这些话显示在任何你的视频的留言里面 比如说我的视频经常会收到一些广告 那些广告一看就是那种诈骗广告 自动挂机这种广告之类的 我就直接把他们的这些关键字放到我的blocked words里面 所以YouTube它会基本上都很准确 它可以差不多能帮我filter到90%到95的这些 就是别人发的这些spam的广告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用 如果你不想一些不好的这种字眼 显示在你的YouTube的这些comment里面 这些留言里面 或者是你看到一些spam 你能知道它的那些spam广告讲的是什么 就把那些关键字放在里面 它就永远不会出现在你的视频的这些留言里面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你的license YouTube有两种license 一个是standard license 一个是creativecomment license 这个的话如果你在之前有关注我的一些YouTube 讲YouTube的视频的话 你对这个会creativecomment会非常熟悉 就是说creativecomment什么意思 就是说别人可以用你的内容来放到他的视频里面 就是说你允许别人可以用你的视频的内容 这个是creativecomment standard license就是说所有权是我 我也不允许任何人用我的视频的内容 所以就是standard license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的情况下 不小心点了creativecomment 但你也不想让你的内容让别人来用的话 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如果你都运用到这些 我今天分享给你的这些tips也好 一些建议也好 这些设置你能所有都用到的话 作为一个新的YouTuber 以一个长远角度来讲 你之后的这些订阅也好 之后的一些观众的观看量也好 是不会因为这些一些设定的问题来打打折扣的 如果你的视频有很好的内容的话 有一天一定会go viral 也就是说会暴走的 我在这边也祝你们所有的YouTube频道都做得好 做得成功 如果你想看有关creativecomment的一些视频的话 请在这边看我这边两个视频 OK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